大家好 养到好的米兰花一年四季开花 而且每次开花都非常的多非常的香 如果说我们养了米兰花开花少的话 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修剪 大家看我这颗米兰花 我这个米兰花现在是在开花的状态 但是它又长出了一些个新芽出来 像这种新枝新芽 而且它长得非常的高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及时的给它修剪掉 因为这种新芽它会消耗很多养分 影响到它的开花量 而且影响到整颗米兰花的美观 所以出现这种情况 我们一定要及时的给它剪掉这些过长的枝条 这些枝条它长出来也没有花 所以我们给它及时处理掉 不要给它产生土长 那么接下来就是给它补充零甲元素的肥料 也就是零四二金甲 因为只有零甲元素充足了 才能让这个米兰花分化花芽更加多 开出来的花更加的饱满更加的香 因为植物开花它需要的零严素会特别多 所以我们要按时按量 每次按照一比一千或者是一比八百的比例兑水 大概五天给它浇灌一次这个土壤 这样的话就可以保证有充足的能量来给米兰花开花 所以大家的米兰花有这种情况的话赶紧处理 让它的花越开越多越开越香 好了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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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